近期 刘诗诗和吴奇龙再度传出婚变 舆论纷纷扰扰 让夫妻俩心烦不已 甚至影响到了日常生活 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选择主动出击 公开辟谣 刘诗诗 吴奇龙这次辟谣十分正式 两人还难得动用了律师声明 想必经此一世之后 想要再造两人离婚的谣言 总得想想 自己能不能吃得起官司 不过 刘诗诗和吴奇龙的婚变传闻那么多 也是因为两人婚后的变化太大 刘诗诗尚且还好 保养得不错 事业也很稳定 但吴奇龙不管是事业还是外貌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让不少人都怀疑两人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虽然两人的婚姻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为何吴奇龙身上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结婚前后 刘诗诗和吴奇龙都经历了什么呢 吴奇龙小的时候 家里条件很差 因为他的父亲做生意势力 欠下许的债务 一家人常常为了躲避债主的追击 不得不去找新的住处 生活也是十分的拮据 家里为了能让吴奇龙有个异技之长 便将他送去学习跆拳道和柔道 吴奇龙也很争气 平日里学习练习都很认真 休息的时候还会去摆地摊 买些小商品补贴家用 吴奇龙十五岁时 参加了一场跆拳道大赛 拿到了冠军 并因此被台中体育学校录用 成为了亚运会的备选运动员 在吴奇龙十七岁这一年 在遥远的帝都 刘诗诗出生了 刘诗诗和吴奇龙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爷爷是西河大古艺术家刘田丽 从小受到爷爷的影响 刘诗诗对艺术有着特别的好感 刘诗诗的父母虽然都是工人出生 但后期他的父亲下海做生意 大赚一笔后 家里的经济条件提高不少 他也算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公主 刘诗诗出生的第二年 吴奇龙在街上摆摊卖货的时候 被开立公司的星探选中 拿到了一张公司名片 不过 那时的吴奇龙完全不知道做明星有什么好处 只想着做运动打比赛 或者摆摊挣钱 结果 不知道经济公司从哪里知道了吴奇龙母亲的电话 三番五次地打给吴奇龙的母亲 最后在母亲的劝说下 吴奇龙还是决定去面试一下看看 当天 面试的人很多 音乐嘈杂 人声鼎沸 吴奇龙本来就抱着敷衍的心态去面试 便跟着音乐随便跳了几下 到了末尾评委让他展示才艺 他便凭借跆拳道工底翻了个跟头 可就是这样 吴奇龙还是被这家公司选中 成为了组合小虎队的一员 公司对小虎队很重视 迅速推出了青苹果乐园等单曲 没想到 三个年轻的男孩就这样获得了大众的喜爱 在亚洲乐坛站稳了跟脚 并届时推出了几张专辑 那段时间里 小虎队的三名成员忙得不可开交 好在 他们的辛苦付出也获得了回报 收入成倍的上涨 这对于吴奇龙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毕竟他还要替付还债 祸不单行 吴奇龙的父亲又惹下了大祸 这一次是八千万台币的债款 债主勒令每月至少还二十万 吴奇龙不得不再次扛起重担 为了多挣钱 除了小虎队组合的工作 他还要忙着接其他的通告 综艺 演戏是样样不辣 常常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那段时间里 吴奇龙的心理压力很大 精神也十分萎靡 有时候 他会坐在角落里发呆 想着生活带给他的苦难 默默流泪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他遇到了人生中的一束光 吴奇龙所在公司签了一个女团 其中有位16岁的女艺人叫徐若萱 在公司里 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 久而久之 彼此产生了好感 某次 吴奇龙邀请徐若萱到家中做客 一杯冰水冰到了徐若萱的唇齿 见此机会 吴奇龙突发奇想 用一个吻来缓解了徐若萱的冷 可这那感情并没有坚持太久 两人就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了 1994年 在梁山博与朱英台剧组 吴奇龙遇到了杨采尼 当时就有媒体称两人因戏生情 不久后 两人再度合作 花月假期 惹得很多人都确定了他们的恋情 不过两人一直没有回应 据说他们最后分手是因为性格不和 几年后 吴奇龙突然吸引入伍 不过他很快就退伍了 因为之前在练台拳道时 吴奇龙的肩膀有习惯性脱臼 所以无法承受严格复杂的训练 但退伍再快 也耽搁了接近两年的时间 对于艺人来说 在娱乐圈消失两年 也就意味着失去人气 此时小火队已经成为了前程往事 吴奇龙只能一头扎进影视圈 做起了专职演员 就在吴奇龙正在为事业玩命拼搏的时候 刘诗诗才刚刚上小学 不过刘诗诗的生活也并不轻松 因为他开始学起了芭蕾舞 每日上课后 刘诗诗没时间玩了 还要不停地练习舞蹈 1997年 十岁的刘诗诗考入北京艺校 开始做起专业的艺术生 此时 他尚未向娱乐圈迈出第一步 而吴奇龙已经两度征战娱乐圈了 1999年 吴奇龙在拍摄《还我情心》时 和蔡少芬相识时 彼时蔡少芬也在帮家里还债 两个人因为相似的命运从而走在了一起 但几年之后 他们便因为性格不和而分手 大概在一起时 也不过是因为相似的人生经历 想相互依微取暖 到后来才发现 那是同命人的相互怜惜 而不是爱情 2001年 吴奇龙刚刚结束《消失一郎》的拍摄 与《玛雅书》成了好友 然后还上了父亲欠下的最后一笔钱 就在吴奇龙停止还债的次年 刘诗诗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的芭蕾舞系 正畅想未来美好的人生 规划以后做一名舞蹈老师 入学不久后 唐人影视的老总蔡一农来到北武 为书建恩仇录选角 在众多年轻貌美的学生里 蔡一农一眼就看中了刘诗诗 不过因为当时刘诗诗才15岁 想着剧里还有感情戏便拒绝了 谁也没想到 刘诗诗拒绝了蔡一农后 在2004年还是和他再续前缘了 当时蔡一农又一次带着剧组到北武选角 还是看中了刘诗诗 于是刘诗诗便凭借《夜风和》一决 步入影视圈 待这部《月影风和》播出后 刘诗诗迅速获得了业内的关注 他也就顺势与唐人影视签约 成为了一名演员 笔诗 刘诗诗刚刚成年 年轻貌美 长相又很清丽 迅速成为公司主捧的小花 拿到的都是一级资源 从《少年杨家将》到《射雕英雄传》 刘诗诗所饰演的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也慢慢为大众所熟知 与事业正盛的刘诗诗不同 吴启隆此时已经和玛雅书恋爱五年 两人正忙着谈婚论嫁 在见过双方家长后 跑到云南领证结婚 结婚的时候 吴启隆因为之前替付还债 手上积蓄不多 因此夫妻俩并没有举办婚礼 也没有想着去度蜜月 据说当时两人的结婚钻戒 还是玛雅书自掏腰包去买的 但是后来 吴启隆经济条件改善之后 他将自己旗下的店铺交给了玛雅书 还补上了一枚5.31克拉的求婚钻戒 本以为夫妻二人的感情应该很稳定 可当时吴启隆虽然不是爆红 但偏约也从来没有断过 天天在居住工作 时间一长 工作较少的玛雅书 对这段婚姻失望了 夫妻两人很长时间见不到以此面 而且还缺少沟通 感情自然就淡了 2009年 玛雅书被拍到和一位澳大利亚籍的男人约会 还没等待澄清 就有媒体透露 吴启隆已经和玛雅书离婚了 在那之后 吴启隆对于这段婚姻是三紧七口 似乎是不愿提及的伤痛 吴启隆忙着聊情商 刘诗诗却迎来了失业的转折点 2009年 《仙剑七侠转三》影视化 让胡歌杨幂等人大火 其中饰演龙魁的刘诗诗 更是获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可以说刘诗诗在这部剧中 不仅收获了口碑和人气 还收获了杨幂这样的好闺蜜 之后姐妹俩常常同框 虽然中间因为公司的问题遇到过波折 但后来还是和好如初 十分甜蜜 除此之外 当时还传出了不少刘诗诗和胡歌之间的绯闻 毕竟两人都是同一公司旗下的艺人 而且还合作了多部电视剧 难免会让观众想入非非 不过两人都从未承认过 大概在胡歌眼里看来 刘诗诗永远都是一个值得疼爱的小妹妹 其实刘诗诗出道多年 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什么恋情 但因为她人气比较高 几乎每出演一部影视剧就会被传出一段绯闻 2011年 刘诗诗和明道共同出演《天使的幸福》 据传两人在拍戏时就走到了一起 戏外还曾多次同游 不过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这段恋情 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只称是好朋友 据传 两人在不久之后和平分手 原因却未可知 因为相传分手后不久 明道就入伍扶兵役去了 很多人都猜测 他们是因为长期不能联络而分手的 不过这些对于刘诗诗来说影响都不大 毕竟没有人能将绯闻做实 和吴启隆相比 他的情史一直都很扑朔迷离 似乎进入娱乐圈以来 他就是单身状态 可能于他而言 并不希望恋情会影响到自己的视野 2011年 原本两条不同走向的线相交了 刘诗诗与吴启隆在步步惊心中相遇 两人饰演的四爷和若曦 骗走了不少观众的眼泪 这部剧也让他们爆红 一时间 无数演出席卷而来 他们还一举拿下了白月兰奖中最高人气男女演员奖 刘诗诗这次也毫不例外被传了绯闻 只不过最开始 绯闻男主角并不是吴启隆 而是饰演八爷的郑佳莹 当时郑佳莹在各种采访中 都透露出了对刘诗诗的欣赏 她还曾表示 如果在步步惊心中选一位女演员做理想型 那必然是刘诗诗 只不过对此 刘诗诗方面一直没有给予回应 可能那时郑佳莹还不知道 其实在剧组里 刘诗诗和吴启隆的关系才是最亲密的 在步步惊心拍摄期间 刘诗诗的戏份是全剧组最多的 他常常是每天拍摄到最后的那个人 但只要有和吴启隆一起拍摄的戏份 吴启隆都不会因为自己的部分拍完而先走 他总是会留下来 等待和刘诗诗一起回去休息 遇到拍雨戏的时候 吴启隆也会贴心地送上姜汤 碰到刘诗诗望诚 他也会无奈地笑笑 因为他比刘诗诗大17岁 因此总是像大哥哥一样守护在刘诗诗身边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